除夕餐桌上一定要做的41道年夜菜 最后一道好吃到光盘 第一道 吃饭没胃口 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的毛血网 香辣果单又好吃 首先把鸭血毛肚和配菜改刀切成片 油热下姜蒜干辣椒炒香 再放一块火锅底料炒香 炒出红油后 加适量清水生抽 蚝油盐糖胡椒粉调味 然后下入鸭血和火腿煮三分钟 再下入毛肚烫个二十秒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撒上蒜末干辣椒花椒葱花 锅热油激发香味就可以开吃了 第二道 你要是想吃小凉菜 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 做法简单 酸辣开胃 首先把豆皮切成丝 焯水后放入碗中 加超好的粉丝 然后碗中放葱花蒜末辣椒面白芝麻 泼一勺热油激发香味 再加一勺生抽 陈醋盐鸡精白糖 搅匀后淋在上面 那就可以开吃了 你也试试做吧 第三道 吃饭没胃口 你一定要试试这个爆炒尖椒鸡 香辣开胃 特别好吃 鸡肉剁成小块 加盐胡椒粉料酒去腥抓匀 腌制十分钟 油热倒入腌好的鸡肉炒至金黄出油 再加姜蒜花椒炒出香味 然后加生抽老抽蚝油 少许白糖鸡精胡椒粉炒香 炒至上色 最后倒入青红辣椒 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想吃你也回家试试做吧 第四道 天气干燥 妈妈们一定要多给孩子 这个山药排骨汤 做法简单 营养又好喝 首先 加锅中倒入玉米胡萝卜超过水的排骨 红枣炖30分钟 倒入山药 再炖15分 中出锅前只需加一勺盐调味 最后加上枸杞和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山药排骨汤滋润又好喝 你也赶紧给家人做起来 第五道排骨不要老是炖烫 我这样做个椒盐 咸香酥脆 小朋友非常喜欢 首先剁好的排骨 放葱姜料酒生抽 来点蒜香椒盐粉 腌制20分钟 挑去葱姜 打入一个笨蛋 再来一勺淀粉 这样炸出来特别的酥脆 六成油纹下锅炸 炸个八九分钟 把排骨炸至熟透捞出 另起锅 把青红辣椒洋葱炒出香味 倒入排骨 放入半包蒜香椒盐粉 随便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给孩子们做起来吧 第六道 99%的人还不知道 把鲁鱼放进啤酒里 浸泡10分钟 做出来居然是饭店 桌桌必点的招开菜 鲜嫩好吃 麻辣鲜香 10块钱买的鲁鱼 放到啤酒里 用啤酒浸泡过的鱼 不但能去腥 还能使肉质更鲜嫩 加葱姜盐 入个底味 腌制20分钟 锅先油热 把鲁鱼下锅 开中小火 水开倒入爱吃的配菜焯水 捞出铺在盘底 油热倒入姜蒜 青红辣椒 炒出香味 倒入一袋烤鱼酱 其他的调料都不需要放 炒出香味后 倒入一碗清水 大火煮开 直接淋在鱼身上 就可以边煮边吃了 这样做的烤鱼 比饭店的还好吃 第七道 以后您加药师包饺子 饺子馅 您可以试试这样做 鲜嫩多吃 特别好吃 首先放葱姜 花椒 加入开水 泡个料水 准备切好的肉馅 加盐鸡 金胡椒粉13香 白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葱花一勺热油 激发香味 重点来了 要少量多次 加入料水 顺着太阳的方向 搅拌上进 再放入切好的茴香 一颗鸡蛋 零点香油 这样调的饺子馅 鲜嫩多汁 而且完整保留了肉的口感 喜欢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八道 老公上班的早餐 既要简单又要有营 那就来一碗热乎乎的 葱油拌面 葱香浓郁 做法简单 水开下面条 什么面都可以 再来点小青菜 煮熟捞出装盘 来点葱油酱 油盐酱醋都不用放 像我这么随手一半 葱香浓郁 真的太香太好吃了 第九道 小时候嘴馋了 爸爸总是给我做这个榨菜肉丝面 鲜香美味 怎么都吃不够 锅中油热 先把肉丝炒熟 炒至便室 下入榨菜 再加入清水和生抽调味 煮出肉丝和榨菜的香味 最后撒一把小葱花 准备煮好的面条 加一勺辣椒油 一些香菜 把熬好的汤底淋上去 暖腥又暖胃 真的太好吃了 第十道 经典老菜 蚂蚁上厨 这样做口感劲道 香辣下饭 好吃到停不下来 首先准备红薯粉 用温水泡软备用 锅里油热 放入五毛钱的肉末滑散 炒至变色 放入葱姜小米辣 一勺豆瓣酱炒香 炒出红油 再倒入一碗清水调味 放生抽老抽盐鸡精 煮开后放入粉条 收好汤汁 再撒上迷人的小葱花 这样做的蚂蚁上述 比饭店的还好吃 第十一道 以后土豆捡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 做个肉末土豆 做法简单 特别好吃 首先土豆改刀切成小丁 油热倒入锅中 煎至表面金黄 另起锅 葱姜蒜炒香 然后下肉末炒熟 炒散后 加料酒 少许老抽 炒至上色 然后倒入土豆丁调味 加盐鸡精 生抽 蚝油 少许水淀粉 勾芡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想吃你也赶紧试试做吧 第十二道 锅中油热 放皮蛋 用铲子铲碎 放蒜片 青红辣椒炒香 调味 放鸡精 胡椒粉 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最后撒上葱花 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皮蛋 酸酸辣辣 太香了 第十三道 顶级至尊的白菜心吃法 整颗的白菜中间横着来一道 直接切成丝 搁点盐 搁点醋 来点白糖 来点香油 这么一半黑 那就家里老爷们一个不错的下酒菜 第十四道 您知道秋葵最营养最美味的吃法吗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营养又美味的做法 首先开水中放一勺盐和少许食用油 倒入秋葵煮三分钟 捞出来放冷水中过凉 这才是脆嫩的关键 碗中放蒜末葱花红椒丝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放白糖 一勺生抽 少许陈醋 搅匀后淋在秋葵上即可开吃 喜欢就赶紧做起来吧 第十五道 吃饭没胃口 你就像我这样做个酸汤水饺 做法简单 酸辣开胃 空碗中放蒜末 葱花香菜 紫菜一勺虾皮盐 鸡精生抽 陈醋香油 辣椒油水开 下饺子 饺子煮至浮起后 舀两勺汤倒在碗里 然后放入煮好的饺子就可以开吃了 第十六道 谁能想到 普通的方便面放锅里蒸一蒸 出锅就是大人小朋友都爱的美食 方便面先用水泡一下 放锅里蒸上十五分钟 这样处理的面条不仅不外妥 两块方便面够三四个人吃了 油热打三个鸡蛋给它炒熟炒 再放一块前火腿和葱 葱花炒出香味 倒入蒸好的方便面调味 放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一勺老干妈 这样做的炒方便面干香劲道 大人小孩都爱吃 学会了记得做起来 第十七道 做法酒店一份168 自己在家做 成分只要几块 先把南瓜切成四四方方的正方形 一定要水开下锅超烫30秒 捞出来控干水分 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裹上玉米淀粉 碗里打入一个我刚下的蛋 五成油温下锅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锅留底油 来点咸蛋黄酱 小火炒至冒泡 倒入炸好的南瓜 用内功随便翻炒几下即可 这样做的蛋黄菊南瓜 一上桌就被孩子们抢光光 第十八道 注意看 这是最近火遍全网的鸡翅新吃法 不用油炸 不用烤外酥里嫩 看一眼就能学会 八元一斤的鸡翅 两面打上花刀 打入一个我下的蛋 放姜丝 盐 生抽 料酒 去腥 抓拌均匀 腌制22分钟 腌制好的鸡翅 表面裹上一层淀粉 油热下鸡翅 全程中小火 慢煎倒两面金黄薯透锅 锅流底油 来两勺咸蛋黄 放入鸡翅 翻拌均匀 让鸡翅表面裹满蛋黄酱即可 这样做的咸蛋黄焗鸡翅 连骨头都是香的 学会了你也做给孩子尝尝吧 第十九道 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给家人做着倒菜 荤素搭配 营养加倍 一道菜满足了全家人的口味 将盘底垫上粉丝 摆上切好的鱿鱼 五毛钱大虾 比我还嫩的豆腐 一条鱼 一个我刚下的蛋 还是他们家的 开上锅蒸六分钟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淋上一圈蒸鱼试油 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蒜蓉蒸海鲜 全家人都爱吃 是不是很简单 快做给家里人试试吧 第二十道 大家注意看 最近网上很火的大虾新吃法 蒜香入味 做法比烧开水还要简单 三元十只的大虾 冷冻半小时 再剪掉虾头 这样就能轻松包出虾仁 在我的背上开一道 方便入味 加盐胡椒粉 一勺淀粉抓匀 这是虾肉Q弹的关键 弹底铺上泡好的粉丝 整齐地摆上大虾 中间打入一个我下的蛋 铺上蒜蓉酱 水开上汽 大火蒸五分钟 出锅淋上一圈生抽撒 上葱花 泼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这样做的蒜蓉粉丝虾 蒜香浓郁 比饭店买的还好吃 喜欢的话 你也回家做起来吧 第二十一道 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蒜蓉茄子 新作用油炸 不用烤 只要多加这一步 在家也能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味道 先把树上摘的茄子 切成手指粗的小条 撒适量的盐 用左手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十五分钟 杀出里面的水分 这个水流着不用倒 再用清水把盐分洗干净 洗干水分 弯里打一个公鸡 铺上粉丝 摆上茄子 铺上蒜蓉酱 水开大火蒸七八分钟 淋上一勺生抽 撒上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即可 这样做的蒜蓉粉丝蒸茄子 蒜香入味 比肉还好吃 喜欢就做起来吧 第二十二道 我吃了三十年小龙虾的经验 告诉大家 小龙虾最好吃的做法 不是麻辣和蒜蓉 而是像我这样做成冰镇小龙虾 小龙虾不用去瞎想 放入锅里 左手放葱 右手放姜 水开大火蒸十分钟 时间不要太久 不然肉质会老掉 蒸好后迅速过一遍冰水 肉质更Q弹 加两片柠檬 几颗化煤 倒入熟醉汁 放进冰箱冷藏半小时 这样做的小龙虾冰爽入味 配上啤酒真的太过瘾了 第二十三道 孩子放假想吃炸鸡翅 我教你在家就能做 比买的还好吃 干净又卫生 首先鸡翅一分为 二加葱姜 盐 胡椒粉 料酒 生抽 蚝油 抓匀 腌制十分钟 准备炸鸡裹粉 鲜裹炸鸡裹粉 蘸一遍鸡蛋液 再裹一遍炸鸡裹粉 搓一搓 抖出多余鳞片 油温六成 下锅中小火慢炸 炸个五六分钟即可 这样做的炸鸡翅鲜香酥脆 放假就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二十四道 这个季节的山药浑身都是宝 妈妈们一定要给孩子多做这个 裙带菜山药肉丸汤 首先用山药把刀剁碎 放入肉馅中 加葱花盐 鸡精 胡椒粉 一勺红薯淀粉 朝着孩子放学的方向 搅拌上去 汤鸡味美 营养满满 快给你的孩子做起来吧 第二十五道 孩子喜欢吃椒盐虾 不用去饭店 我教你在家就能做 咸香酥脆 一口一个 十块十一斤的大虾 剪掉虾头 这样就能轻松取出虾线 然后在我背上开一口 方便入味 在表面撒一层淀粉 大虾又酥又脆 油热倒入虾子 用大火煸炒 炒至焦黄 然后再盛出备用 另起锅炒香蒜末青红椒 倒入炒好的虾子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大虾这样做 咸香酥脆 孩子一口一个 太好吃了 第二十六道 我是今天才知道 往热油里面打入几个鸡蛋 瞬间就能做成孩子爱喝的汤 首先把鸡蛋煎好 切成小块 油热把葱蒜炒香 放几毛钱虾仁 炒至变色 倒煎 好的鸡蛋 有条件的一次性加满开水 扣盖炖两分钟 泡点裙带菜嘛 两分钟后 放入豆腐裙带菜 再煮两分钟 调味至加盐 胡椒粉 撒上枸杞和春花即可 这样做的汤鲜味美 反正我家小朋友每周都要喝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第二十七道 黄鸭饺很多人做出来 一点都不好吃 今天这个饭店必点的干锅做法 你可要学会了 菜市场买回来的黄鸭酱 打上花刀 锅中油热 撒上点盐 这样煎的黄鸭酱更容易入味 煎至两面焦香后 捞出来备用 重新起锅 姜蒜小米辣下锅炒香 来点紫苏酱 倒入黄鸭酱 加入清水 煮个五分钟 将汤汁收浓后 来点青红辣椒 就可以出锅了 这种干锅的黄鸭酱 就问你下饭不下饭 第二十八道 平平无奇的家常下饭菜 辣椒炒蛋 到底是先炒鸡蛋 还是先炒辣椒呢 青椒对半剖开以后 切成末末 碗中打上几个我刚下的蛋 给它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不放油盐 辣椒下锅稍微煸炒一下 再倒出来 放入鸡蛋里面 再用铲子捣碎翻炒几下就可以了 这样炒的鸡蛋又香又下饭 第二十九道 喜欢吃猪肝的 一定要试试这样炒 不仅香辣下饭 主要没腥味 还特别嫩 猪肝切成薄片 再用料酒抓一下去腥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沥干水分后 放盐蚝油 胡椒粉老抽 抓匀腌制五分钟 再切一点蒜泡椒 这个泡椒都是优选辣椒制作 特别好吃 留热姜蒜泡椒 下锅炒香 再倒入猪肝 这个时候开大火 快速炒至八成熟 最后来上一把大蒜翼 翻炒至断生就可以出锅 这样炒的猪肝不老又不腥 特别下饭 第三十道 皮蛋不只是由炒辣椒和凉拌 和豆腐一起做成 汤也非常鲜美 做法还特简单 先将皮蛋切成小块 锅里油热 放蒜末葱花皮蛋炒香 再加入开水白豆腐 大火把汤煮至浓白 调味来点盐和胡椒粉 一点青菜搞进去就可以出锅 汤好喝做起来还简单 你不试一试 三十一道 外地的朋友不知道喜欢不 反正湖南人应该都喜欢 虽然没肉 但也相当下饭 扯出辣椒拍一下 皮蛋也切成小块 油热辣椒下锅 来点盐炒至辣椒起白皮 放蒜子豆吃炒香 再倒入皮蛋 随便翻炒几下就可以开吃 也就说简单不简单 下饭不下饭 第三十二道 每次炒上这个柴火嫩香干炒肉丝 我都能干上三大碗米饭 做法还简单 里脊肉切成丝 放老抽抓匀上个颜色 这种柴火嫩香 干也切一下 油热了蒜末小米辣肉丝 下锅炒熟炒香 再倒入香干调味 放盐蚝油老抽 快速翻炒均匀 再撒上一把韭菜 随便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就这一盘菜 我又能多吃两碗饭了 第三十三道 茄子别再只会做鱼香清炒了 这个新鲜做法 吃一回就能让你爱不适口 去皮的茄子先改刀成段 再切成片 放盐清水浸泡五分钟 沥干水分后 倒上淀粉抓拌均匀 碗中放生抽 沉醋 蚝油盐 白糖 红油 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油热 茄子下锅炸 炸干以后捞出来 重新起锅 倒入料汁炒至粘稠 再放入茄子 撒上芝麻 快速翻炒均匀即可 这种味道不一样的茄子 没试过的可要试试 第三十四道 这种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的粉蒸肉做法 您可一定要学会 做法简单又好吃 把淮南的五花肉切成大片 再用葱姜水抓匀 腌制五分钟 来点炒香的豆瓣酱 蒸肉粉不会调的 可以用这种现成的 抓匀后来点红油 倒上剩下的粉粉去抓匀 盘底铺上红薯片 再给肉肉放上去 之后上蒸锅蒸上一个小时 出锅来点葱花点 这一下就可以了 一口下去软烂入味 太好吃了 第三十五道 要是想吃蒸鸡蛋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嫩滑细腻无粉 大人孩子都爱吃 首先碗里打入四个鸡蛋 用筷子给它搅散 加少许盐 然后倒入鸡蛋1.5倍的温水 搅拌均匀 别去浮沫 再盖上保鲜膜 用牙签扎几个小孔 水开上气 中小火蒸10分钟 关火再焖5分钟 最后淋入少许生抽 几滴香油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蒸鸡蛋 入口即化 全家都爱吃 第三十六道 那就算工作再忙 也一定要每周给孩子做 这个裙带菜虾丸汤 营养又好喝 首先橙子切片 虾仁拍碎 剁成虾仪 加胡萝卜盐 胡椒粉 蛋清 适量红薯淀粉 给它搅拌上 泡发点裙带菜 锅里放葱姜蒜裙带菜 一起炒香 再倒入适量开水 下虾丸和嫩豆腐煮三分钟 调味加盐 最后撒上枸杞和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裙带 汤鲜味美 大人孩子都爱 第三十七 以后大鱼大肉吃腻了 一定要是数这个下饭菜 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四个鸡蛋 不用打散 直接炒熟会更香 留底油 倒入蒜末 青红椒炒香 炒至断生 再倒入鸡蛋和一包 这个外婆菜味 只需加一勺生抽提鲜 炒出外婆菜的香味 就可以开吃 这样做的外婆菜 清脆爽口又解腻 第三十八道 孩子开学了 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你就试试这个 两分钟就能搞定的鸡蛋灌饼 取一张饼放入锅里 煎至微微起泡后 给它翻个面 在小火烙至中间 鼓起一个大泡 趁它不注意戳个洞 倒入准备好的鸡蛋液 放点青菜辣条火腿 用我的手这么一卷 美味小早餐 简单快 营养又方便 第三十九道 我是万万没想到 两块钱毛豆 就这样随便炒一下 既然这么好吃 配上米饭 我一次能吃三大碗 水开下入毛豆和香干 加一勺盐 一勺食用油 这样不但能入底味 还能使毛豆翠绿不发黑 煮一分钟捞出来备用 油热 把五花肉 给它煸炒出油脂 再放蒜末小米辣 继续煸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一包外婆 倒入毛豆和香干 加少许生抽 综合一下味道 开大火翻炒个两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外婆菜炒豆干 每次都吃不够 第四十道 大虾买回来 你不要总是白煮 像我这样 做成好吃的避风糖大虾 焦香酥脆 比外面大排档买的 还要好吃 大虾斜着捡去虾头 然后轻轻一挤 就能轻松取出虾线 在我背上滑一道 方便入味 加适量的淀粉 这样大虾才又酥又脆 锅中油热 下入虾子 开小火慢慢煸炒至 微微焦黄 加入避风糖调料 再搭配点青红椒 小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大虾 酥酥脆脆 喜欢你就做起来吧 第四十一道 家里来客人了 朋友聚会 就试试这道干锅油鱼须 香辣入味 Q弹好吃 下酒又下饭 关键做法还特别简单 首先将新鲜的鱿鱼 须切成段 加一勺盐 抓捏个一分钟 将鱿鱼吸吸盘里面的杂质 抓起出来 抓到像这样就可以 冲洗干净后 热水下锅 烫个二十秒 马上出锅 然后热锅热油 下姜蒜末小米辣 炒出香味后 倒入油 鱼须再下盐 胡椒粉蚝油 半勺生抽 开大火 快速翻炒个半分钟 将鱿鱼须炒香炒入味 撒上孜然一把葱头 炒至葱头断生即可 然后垫上韭菜 转至砂锅就可以吃了 鱿鱼须这样做 又宽又简单 而且还特别好吃